2016年跟2020年這兩次的選舉 其實有個背景就是 國民黨都是分裂的 所以這兩次的選舉是不是就代表 未來的台灣的 政治生態走向 這是很重要因為 國民黨這兩次的選舉 立法委員可以說 接受了很少的 黨中央或者是 總統候選的資源 因為前一次的話是 臨時換將 換柱 換柱事件 這一次的話是 我想韓國瑜沒有辦法 或者國民黨沒有辦法整合 整個黨內 所以整個是分崩離析